首先,兵呢,在对阵,子卡在对阵69的时候,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,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,包括子卡都说了,他当时选出来那个英雄打,打兵哥是没有算到优势的,所以我一阵还是先给兵哥吧,不要让两位爱将太过于骄傲,就不给他俩了,二阵三阵同同时并列吧,同时并列吧,两位先生同时并列吧。 对,让我选了,不想选,终端,scott,k,王,小乃鱼,小虎是前期,是前面的,前面比赛表现不好,后面表现还行,首先排出一个错误选项在这里,那就是这三名选手,我怎么来排了, 嗯,如果我客观一点来排的话,在后面赛季的表现,应该是scott的发挥最好,要排在第一位,然后k,王跟小奶油 嗯,鉴于k,王的这个交锋,啊,也有拿下,所以,而且包括他们现在有附和奖嘛,肯定k,王排在第二,小奶排第三,带来掉了,如果从感情牌来讲,应该是吧,k,王排第一,scott排第二,啊,小奶排第三,要,打野,有天选天, 小天,小天排第一,没问题,嗯,剩下的应该,我会给泰山和卡纳韦,泰山我会给到第二,卡纳韦会给到第三,就这样,ad,ok,哥哥排第一,啊,Gala排第一,Gala跟Ruler其实表现都挺不错,那就感情牌吧,Gala就第二吧,Ruler就第三了,那就这样,完美,很快,很效率,哎,Mako,有Mako,选Mako, 没问题,Mako排第一,嗯,松松,missing,啊,嗯,第二应该给谁呢,其实啊,就是你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,有惊喜,也有惊吓,missing跟松松其实相对来讲会稳定一点,如果是你们,你们会怎么选呢,首先第一名肯定是Mako,中有点纠结了,最近微博比赛我没看啊,也不知道松松的表现怎么样, 因为微博比赛我没看了,小航其实表现不稳定的,小航,你看之前输的那几把啊,他蛮给,有点给机会,虽然他有一把也打得蛮好的,但是他不像昂那种,就是,昂是,怎么说,开得很精彩,小航开得精彩的会少一点,我觉得小航还得,还得再加强一点,Mako第一,然后,昂呢,很精彩, 差不多,就是昂,打得很精彩,当然也送,也给机会,很不稳定,很不稳定呢,但是现在成绩整体还不错,而且队伍C的时候,他也承担了很多开团的任务,就给昂吧, 第三名就给,Missan跟,Missan和,Missan跟松松,很难给啊,那给Missan吧,最近我微博比赛我真没看,没有印象了,老子里面没画面了,然后,如果从感情牌来讲,感情牌应该是,应该是,应该是,应该是松松,Missan跟Mako,啊,别的没有,常规赛MVP,常规赛MVP, 给小天,这家新秀,这里面都没有新秀,这个有小孩哥,但是小孩哥最近表现,很让人接受不了,这里面全是老家,应该是银河,